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 在第四段中,作者对于现代教育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咱们先来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比较简单,就是个简单句 他说,education in the wilderness is not a matter of mandatory means 他说,在荒野之中的教育根本就不是一个钱的问题 在那里没有钱,一样有受教育的机会 这个wilderness是荒野荒漠荒原,这个意思 在荒野之中的教育,就是原始社会的教育 注意这个发音不要读wilderness 正如我们在二十一课讲过那个使迷惑,叫be wilder 不要读成be wilder,是一样的,这个发音注意 原始社会的教育根本不是所谓钱的事或者钱的问题 什么什么的事,什么什么的问题,回顾 在第十九课早就讲过 叫做a matter of, a question of 或者有种定乎词the特质的话 the matter of, the question of 特别跟中文类似 这个matter本来就是事情吗 a question不问题吗 类似于中文中的什么什么的事,什么什么的问题 这两个都行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一般matter往往更正式一点 question稍微通俗一点 但意思几乎是一样的 两个大分也可以替换 比如说,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时间的事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的事 时间的问题 中文中也特别通水 再比如说,这是个个人的品味问题 it's a matter of personal taste 个人的品味问题 再比如说,这是一个爱好问题 it's a matter of preference 是爱好问题 这是个兴趣问题 it's a matter of interest 这是个兴趣问题 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生死攸关的事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咱们也见过 生死攸关的事或者问题 也行 我说,对不起 这个钱我不能拿 这是个原则的事 或者原则的问题 I can't take the money it's a matter of principle 这是原则问题 或者原则的事 这可不能开玩笑 所以不能拿钱 你送我的代金券 这可以 拿钱就犯了案了 这是这个什么什么问题 复习吧 咱们在第十九课见过的 110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110页第三到第四行 这是做复习了 it looks very much as if sleeping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giving a body a rest 看起来非常像 这个睡眠并不仅仅是让身体休息的 这么一个问题 或者并不仅仅是让身体休息的 这么一个事 什么时候的问题 什么什么的事 在复习我们在原来看过的 48课里的片段 280页第十一到第十二行 280页的十一到第十二行 They are partly a matter of personal circumstances partly a matter of psychology 这讲投资 这个东西部分或者某种程度上 是个人环境问题 某种程度上或者部分 是心理的问题 心理学的问题 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什么的问题 用a matter of可以 a question of也完全一样 也可以替换 咱们以前说过 心肝点三册四十六 和自己动手去做 出现了有关面子的问题 叫做a question of pride 有关面子的问题 并不是骄傲问题了 面子问题 还有呢 它是这么有天赋 它的成功 只不过是个时间的事 时间的问题 跟刚才完全能替换 a question of就是a matter of she is so talented that her success i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它是这么有才华 它的成功 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还有我们再看 三十五页的第八行 得到九行 这加了定乎斯德了 三十五页的第八 得到九行 but as soon as the question of prestige arises 但一旦有关 声望的问题出现之后 the question of prestige 特止了 加了定乎斯德 但意思一样 什么什么事 什么的问题 如果声望问题出现之后 回到文中 并不仅仅是个 monetary means 这个means 本来做名词 就可以表示 这个有钱 这个状态 咱们本来就表示钱 这个means是多一词 不但可以表示手段 也可以表示金钱 你看我们出国以前呢 如果你自费留学的话 往往要你家庭 要有一个means test 就个人经济状况调查 就跟父母亲 要出去银行证明 证明你掏得写出钱 means test 看看钱够不够 我说一个大款 a man of means 表示一个有钱人 这是非常有钱的人 a man of considerable means 本身就表示钱 有钱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是多一词 既表示钱 也表示方式 手段 所以在前面 叫monetary 这个词 就没有奇异了 对不对 这个monetary 表示金钱的 或者是货币的 你想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monetary union 叫货币单位 是元 什么英镑 货币单位 并不是金钱货币的 这么一个问题 finding manager means 还是比较是钱 它避免歧义了 这并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借骨 讽金了 在当代社会 很多人是由于钱 这个问题 而丧失了受教育的 这个权利 依然是借骨 奉金 好 从后面进一步说 all are entitled to an equal start 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 这个平等起步的 这么一个权利 entitle是多一词 除了表示给书啊 电影啊 文章啊 起名字 这个意思之外 也可以表示赋予某人 某种权利 这个词搭配呢 有两个 本文中用的是第一个 第一种搭配是be entitled to something 有权利得到某个东西 或者是be entitled to do something 有权利去做某事 就被赋予了这个权利 那么加get to 是有权利获得这个东西 加动词不能是to do 是有权利 被赋予权利去做这个事 本文中用的第一个 其实本文中用的改成 all are entitled to receive equal education 意思类似吧 那用第二个搭配 被有权利做某事了 每一个人在原始社会 每一个部落成员 怎么样呢 都有权利去接受平等的教育 表示这个意思 而当代社会呢 就完全被拨夺 很多人因为这个金钱的问题 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了 好 看下一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there is none of the hurry which in our society often hamper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a growing personality there还是原始社会 in the wilderness 在原始社会 there is none of the hurry 在那里 没有这种匆忙 没有那种匆忙 hurry不是匆忙了 而这种匆忙怎么样呢 我也是已经到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hurry 这个匆忙 in our society 这个化线的部分 两个多号之间是插入语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怎么样 经常妨碍了 一个成长中的个性的 全面的发展 这个hamper老师讲了 他类似于我们的imped 或者hinder词中说了 妨碍某个东西进步或发展 它的避语经常是什么growth development progress 这样的词 妨碍的什么进步啊 发展等等等等 成长中个性的 这个全面的发展 在我们当代社会 这还是明显借骨讽金来 很多人在一块攀比 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今天报那个培训班 明天报那个培训班 让孩子又会英语 又会跆拳道 什么又会弹钢琴 等等等等 却忽视了孩子 各方面趋横发展 家长都比 我们孩子弹到二级了 我们孩子钢琴六级了 等等等等 却很少说我们孩子 昨天帮助了一个 这个贫苦的老太太 我们孩子捡到钱 送给警察了 去交个警察数了 很少比这个了 就光注意了智商的发展 而忽视了均衡发展 而在原社会 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这个情况 好 我们进一步看 为什么原社会 没有这个情况呢 我们看下去 There a child grows up under the ever-present attention of his parents Therefore the jungle sense the savannas know of no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re 地点状语 还是in the wilderness 在荒野之中 原社会吧 一个孩子长大 是怎么样呢 后面这个 带下号线的 Ander开始到 这批语结束 这明信借次端语 在这当一个状语了 可以看作是一个伴随状语 或者看作一个条件状语 都能讲得通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在父母亲 无时无刻 不在父母亲的关注之下成长 父母亲永远在他身边 而当代社会 很多父母亲 却必须离家 而遭上了对孩子的忽略 对吧 这还是借骨俸金的 ever表示 长期或者永远 present在场的 永远在场 就永远在旁边 这个sure attention 就父母亲永远在旁边 关注孩子的子女的成长 使孩子不但是在技能发展 而且在人家交往能力 什么性格 什么品德 各个方面均衡发展 而当代 就是因为匆匆忙发展智力 而忽视了他的forward 这么一个 deerfor 这个分号引出变得去 deerfor是状语 父子做状语 因此 因此怎么样 这个丛林和草原 根本没有听说过 有青少年犯罪 这么一块事 孩子们都是健康 这个不但身体健康 而且是性格 道德方面也健康的在成长 know of 不能发现的知道 是听说过 know of know about 都是发现的听说 这是三册知识的复习 juvenial delinquency 固定搭配 就是青少年犯罪 这个搭配咱们以前讲过 这里面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ever ever表示总是不停的 永远 怎么怎么样 经常用它来构成复合凶子 你像本文中的ever present 就是长期存在的 总是存在的 the ever present threat 就是长期或持续存在的威胁 可以用它 这个更常见的是ever加doing 表示不停的 永远在怎么怎么样 这个ever 后面加联字符 加doing 这个分词结构咱们在以前见过 比如复习 127页最后一句话 127页最后一句话 We have to ask or sell very seriously What will happen if this twofold use of knowledge which is ever increasing power continues 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问我们自己 如果这种对知识的双重的使用 伴随着它 不停增加的力量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什么将会发生 不断增长的力量 就ever increasing power 咱们复习复习 不断变化的世界 The ever changing world 都会说了 不断增长的知识 咱们increase形容完了 换一个吧 The ever growing knowledge grow也是增加的意思 对吧 同样的 不断发展的经济 发展develop 放在一块 The ever developing economy 好 不断拓张的市场 拓张 咱们的16颗讲过 expand 还记得吗 The ever expanding market 不断深化的改革 The ever deepening reform 不断缩减的资源 The ever dwindling resources dwindle dwindle 表示慢慢的减少缩减 不停的 就是在原始社会 孩子们无时无刻 不在父母心的关注下成长 而现代父母心 为生活所迫 忙于工作 经常 每天半夜才到家 孩子都睡觉了 经常导致对孩子的疏忽 借骨封禁 所以在当代 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 原始学没有 他说 therefore the jungle since the savannas Jungle是丛林 咱们经常由它构成一些固定搭配 你比如说 The concrete jungle 咱们在16颗讲过 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Concrete是混凝土的意思 就是暗指当代城市 The modern city 这个大楼像大树一样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还有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叫做 The law of the jungle 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割喉咙的竞争 这属于固定搭配 Savanna表示大草原 根本没听说过 有青少年犯罪这回事 这个know of 在这儿是表示听说过 不要发现认识和知道 因为认识知道 只需要know就好了 know of know about 还可以换成 learn of learn about 一样不能发现学会了 而是获悉听说 还可以换成hear of hear about 同样不能发现听见这个声音 而是听说获悉 这几个搭配 掩盖的是六个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三册第十七课的 课文中的一个例子 三册十七课 世界上最长的吊销 这个片段 他说verizano an italian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sell into new york harbor in 1524 and name it anguilm verizano 一个意大利人 注意定义从句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关于他的事情 被听说 随时发生成鲜为 鲜为人知的一位意大利人 就来自know about something know about 就被听说 关于他的事情 被听说的很少 鲜为人知的 这不是认识 因为这个人早死了 不可能认识他的 关于他的事很少被听说 鲜为人知的意大利人 在1524年 驶入纽为港 并且给纽为港起名字 叫安古拉姆 这是know about 这个结构 听说 本人就是说 这个大草原 包括大丛林 没听说过 有青少年犯罪 这么八宗事 拟人了吗 就有两个大树 在那待着 听说了吗 青少年犯罪 没有啊 什么青少年犯罪 怎么回事 他没听说过 这明显是用拟人了 personification 你人的修词 托物以抒情 咱们看几个例子 把事物赋予了人的特征 The 1980s witnessed enormous growth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80年代 亲眼见证了金融行业 飞快的增长 巨大的增长 Witness亲眼见证了 这个他不可能亲眼看到了 就是亲眼见证了 目击了你人了 sector咱们讲过 国民经济的某个行业 某个领域 再比如说 A gentle breeze caressed my cheeks and soothes my heart 一阵轻柔的风 爱抚着我的面颊 抚慰着我的心灵 Braze 微风 托物抒情 你人话了 caress 充满爱的抚摸 叫爱抚 动词原形是 C A R E S S 读成 caress 然后soothes S O O T H E 表示抚慰 爱抚着我的面颊 抚慰着我的心灵 这是托物抒情 后面进一步 那下面一句话 目的还是借骨奉剑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 最后一句 No necessity of making a living away from home resulting neglect of children 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这句话咱们在 第23课当时提过 这个no放在句首 一边是否定的 整个后面这个句子 就逗号之前 他不是and引导两个病的句吗 整个句子被否定了 necessity 后面那个of 就是of making a living away from home 这后制定义 就是necessity 但necessity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的必要性 就必须去做某事 这个在第16课当代程式中 都讲过 necessity 后面跟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的必须性 必要性 导致对孩子的忽略 这个no否定的是 整个这个句子 就逗号前的整个句子 对吧 但是别不得翻译错 你要不得翻译成 否定的necessity 那就错了 对吧 你比如说否定 这必须不必离家谋生 就导致了对孩子的疏忽 胡说八道 你不必离家谋生 天天跟孩子在一块 怎么会疏忽孩子呢 反正我先N住 看这个句子 必须离家谋生 而导致对孩子疏忽 这情况有吗 no 没有 就是根本不存在 必须离家谋生 而导致对孩子疏忽 这个情况 在原来说没有 当代社会比比皆是 到处都是 and no 放在这个句子 还是否定整个句子 but no and do 父亲面临着 无力为孩子购买教育 这个情况 有吗 没有 根本不存在 有父亲没有能力 为孩子购买教育 这个权利 这个加买 并不是买东西 加个比喻了 就跟买差不多太多了 你掏学费吗 是同样的吗 inability 后面那个to do 从to开始到寂寞 这是后制定 修饰这个名词 inability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inability to do something 搭配是一样的 做模式的能力 或者不能做模式的能力 都是跟to do 这两个no的否定 要注意 包括这个necessity of doing something 16课的复习 多数是复习 这个no否定 后面 它限定的整个这个句子 这是23课的老知识 咱们回顾这句话 no money buys health 能不能翻译成 没钱买到健康 有钱还买不到了 没钱更没戏了 对吧 man no undo money buys health 钱买到健康 有吗 没有 咱们翻译 钱是买不到健康的 对吧 我们再看一看 23课的第一句话 23课第一句话 就是在我们的132页 课文的第一句话 132页 那我放在聚首了 把它按住 两种鸟 而飞行的方式完全相同 存在吗 没有 根本不存在 有两种鸟飞行相同 完全相同这个情况 这个变化的种类是无穷尽的 但是有两类 大体可以粗粒的看到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这个no的否定 咱们说过 后面的也是 根本不存在 父亲面临着无力 为孩子购买教育这个情况 面临这是父亲 be confronted with 或 be faced with 叫面临 在第三课 mate or man里面 咱们就讲过 好 最后一段作者 着力描写了原始之后的教育 但目的却依然用于借骨奉进 尖锐地指出了当代教育的必定 好 233课里面又出现了比较复杂的一些 这个句法结构 包括一些精彩的句实搭配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它牢牢掌握 好 33课 education 爱到开心 这课书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